請你把它打在Message下面 你用Message打吧 用趁機 趁機這兩個語詞 然後打一個造句 用Message來呈現 金融市熱愛國小604班導師 陳寧瓊透過網路 與班上同學在線上互動授課 在金融市議員同志委陪同下 前來視察的金融市長李酪昌 也上線跟同學打招呼 同學這樣子上課 大家覺得習慣嗎 還可以 停課第一天 金融市熱愛國小800多位同學待在家裡 由各班級老師在教室 通過網路進行線上教學 其中五道班老師還設立平台上傳影片 方便同學在家練習 同學也能回傳練習影片到平台上 讓老師評量 一課處理了影片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小孩子在家裡 他的肢體動作還是不現代 所以我們平常就有建設四個班的班級群組 然後另外我們有用Google Classroom的語端 那我們做同步兩邊的課程 跟希望他們把影片練習之後 回傳上台的一個平台 對於第一天線上教學的情況 劉昌認為效果不錯 老師跟學生也很投入 因為我們採取的這個規劃是包括即時跟非即時 以及紙本作業分流的一個方式 所以整個上課的一個過程都非常的順利 另外也事先安排了課表 包括線上也跟線下的一個課表 那所以這個同學剛剛看起來上課其實是還蠻開心的 然後也覺得雖然很新鮮 不過整個的一個流量還有包括沒有 都蠻即時的 也沒有一個網路lag的一個狀況 教育處方面表示 根據教育網路中心監控各校網路流量 及學校回報結果 基隆線上教學實施首日情況良好 與雙北相比 牛昌認為基隆推動智慧教育多年 所奠定的基礎 也協助這一次因應防疫的線上教學 能更順利進行 從108年的時候 基隆市就全力投入資源 在進行智慧教育 所以我們除了校校有這個智慧的網絡 校校有智慧的這個教室 另外我們也做到班班數位化 我們基隆市的每一間教室全部都數位化 所以每一位老師都可以在他的班級裡面 直接跟同學來進行遠距的一個教學 而不需要特定的一個場所 那另外我們也幫把基隆市 全市的所有的學校的平觀 全數的來做提升 那從108年開始 我們在校的同學就跟老師 就已經在進行這個視訊的一種 遠距的一個教學 而針對沒有行動載具或家裡 沒有建置網路的弱勢學生 教育處方面強調 各校可以出借校內現有行動載具 及WiFi機 不足部分則由去年因為疫情 增添相關設備的 十多所中心學校資源 教育處也會根據實際需求 向教育部申請協助 希望讓每位學生都能平等地 享有線上學習的權利 真正達到停客不停學的目標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記者張啟稿